警方雷厉打击网络赌博再有斩获 当局上星期在12月古镜兵分三路 倒铺一个网络赌博集团 逮捕22名男女包括两名头目 古镜警区主任阿斯蒙今天召开记者会指出 警方分别在上星期二和星期五的三场执法行动中 在古镜一处住所起货几台电脑 并逮捕19名男子和3名女子 所有落网者年龄介于20到30岁 都是团伙与赌客之间的中介人 这个网络赌博集团去年10月开始运作 透过社交媒体脸书和即时通讯 WhatsApps和Telegram等应用程式 瞄准本地赌客 初步调查发现非法集团过去三个月的收入 达到81万令吉 目前警方援引1953年公开场所赌博法令 以及移民法令第六之一之息 无证逗留条文 以及第15之一之息 逾期逗留条文 彻查案件